重阳节即将到来 各县市重阳礼金也陆续发放 彰化县政府即日起到10月17日 进行各乡试证的礼金发放 而且今年提高发放金额3000元起跳 最高达到9000元的敬劳礼金 来表达对长辈的敬重和关怀 阿哥阿嬷拿着身份证排着队 准备要来领敬劳礼金 重阳节即将到来 各县市重阳礼金也陆续发放 彰化县政府于9月25日至10月17日 这段时间进行各乡试证的礼金发放 且今年提高发放金额3000元起跳 最高达9000元的敬劳礼金 救救中阳已经要搞了 管政府为了要来经浪我们这些市场 发救救中阳经浪礼金 65块以上发3000块 80块以上发6000块 90块以上发9000块 经浪369 让我们这些市场大家 健康救救救救 县长威明鼓也亲自到现场来发放敬劳礼金 同时宣导及鼓励长辈要多走出户外来参与活动 像现在各项市镇都有一个热灵中心 方便长辈来学习新知识 充实退休生活 而拿到敬老礼金的阿公阿嬤们都笑得相当开心 也希望借此表达对长辈的敬老与关怀 免得健康 免得快乐 免得当时 彰化县自106年起 老年人口比例已超过14% 迈入高零化社会 老人招呼更显得重要 而此次敬老礼金发放 预计将有20万位长者受惠 来关怀与照顾县内的阿公阿嬤 借林轩彰化现场报道